来看看这个老面孔 当年红遍了两岸三地 被称为咆哮教主的演员 也就是马景涛 如今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不过最近他的个人微博 被网友却发现 怎么有一对美若天仙的姐妹花合照呢 好 你来仔细看一看其中一个 其实是23岁 是马景涛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 叫做马世元 但另外一个呢 是32岁的第二任的嫩妻 叫做吴嘉妮 女儿是清秀家人 而老婆是动灵美人 她们总是高调的放闪po合照 让网友们好羡慕 清秀瓜子脸上一双水灵大眼 这个名叫马世爱的网路正妹 来头不小 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得到 满满的爱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 今年52岁的马景涛 把宝贝女儿捧在手心 最近更喜滋滋的公布女儿毕业照 穿着学士服的马世爱 标准气质美人 感谢同学陪伴他度过欢乐 咆哮的四年 会继续迈向他咆哮的美丽人生 激动咆哮就是老爸马景涛的正字标记 最近淡出台湾演艺圈 积极拓展大陆事业 网友也发现他的微博上 总是有这两位美少女身影 女儿身旁这个笑容甜美 又梦幻的大美女 真叫人不敢相信 马世爱可得叫他妈妈 七年前马景涛在大陆剧风神榜当中 饰演众王和小配角吴嘉妮陷入热恋 甘愿当成功男人背后的小女人 婚后退出演艺圈 生了两个儿子 马景涛的粉丝们 更是给他们夫妻俩 取了咆哮教主和教主夫人的外号 而大男人的马景涛 和小二十岁的嫩妻高调放闪 不是叫她家里宝贝就是昵称 老婆是红衣天使最美女神 她说我是一个浪子 她说我浪迹天涯 她说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跟我在一起没安全感 我说没有 我觉得特有安全感 家有娇眉嫩妻 宝贝女儿也预计在今年 投入台湾演艺工作 也难怪当年纵横两岸的小马哥 不见激动咆哮 而是满脸幸福笑容 这有知名胡佳珍 台湾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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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